正式錄影 OK 我們今天這個算是最後一次的 最後一個單元 不過在講這個單元類別資料分析之前 我想要先來補充一下 因為上次ENCOVA我發現有一些部分 我沒有提到 然後這些部分其實 比較有關係的是大家對於 因為在我們採用線性模型認識 這些統計方法 其實有一個最大的關鍵 就是從每個線性模型 都有一個R2 然後每一個R2 其實都是跟 在這個模型中的 每一個變相的 變異平方核 就是SumSquare 有很大的關係 那ENCOVA 上次我後來發覺 我對它的SumSquare 講的沒有很清楚 所以我在這裡也做一個補 所以在這裡 今天先做一點小小的補充 那 我就是 我就用上次我們的作業 我是有提到說 當有兩個 独變相 一個我們要分析的資料 有兩個独變相 然後要用那個ENCOVA 用供變數分析 這兩個独變相的 這個交互作用 這個交互作用的話 它其實 可以從 那個回歸模型的組成 去看出 去知道說 這一個交互作用 它的 那個SumSquare的構成 是跟它的R平方的關係 對不對 這是上一次有提到的 那 我要補充一個 地方 就是 你們可以在上次的 那個 兩個 兩個 不是上次有談到 我們可以做那個 那個 所謂 可以在 建兩個 的Model 對不對 有一個Model 是有共變相的 這個 4Model 另外一個 是沒有共變相的 Nuo Model 那 這邊 所顯示出來的 這個 Model 2 Model 2 這個交互作用的 這個SumSquare 它其實是 就是 那個 我如果 用那個 NCOVA 就是用真正的 NCOVA的模組 去做共變數分析 會得到 一樣的 那個 結果 對不對 好 不過 在這裡再做一個補充 因為 在 前面 前一章我們在 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 就已經有跟大家 介紹到 在那個 正式的 真正的統計 軟體 或統計 程式 它會講究 這個SumSquare 每一個 主要效果 或交互作用效果 它的這個SumSquare 它 它會有 三 有三種的 估 三種的估計 方法 那 在 NCOVA 跟其他的 變異數分析 模組 都是一樣 它預設 都是用所謂的 Type 3 的 估計 方法 也就是 現在畫面上的 比較下面的 這一個 那你們可以 從你們的 那個 NCOVA的 選單畫面 去切換 你的這個SumSquare 要用Type 1 還是Type 3 那 當然你們那裡 要切換 因為我是輸出 出來的 所以 它是列出 Type 1 跟Type 3 我是特意做兩個 報表 可以比較好 比較 那你們有看到 Type 1跟Type 3 交互作用 都是 看到 是 74 跟 用那個 回歸 回歸 模型 做出來的是 一樣 不過有一個 有意思的是 你們看 它 這個研究 不是有兩個 讀變相嗎 一個壓力 一個是 通勤的方式 這兩個 讀變相的 主要效果 的 SumSquare 在Type 1 跟Type 3 有一些 微妙的差異 因為這 關鍵在於說 這兩個 讀變相 都跟這個 共變相 A 是說 有一些 共變的關係 所以它 你 不管用Type 1 跟Type 3 它都不能夠得到 負偏的估計值 好 那個我們在最早 我們在之前 談到 那個 點估計 跟區間估計 時候 不是都有談到 估計要講究的一個 條件是 不偏性嗎 那不過就是 在有一些 統計方法裡 或有一些 狀況下 我們怎麼樣 都沒辦法得到 不偏估計值 好 那那個 共變數分析 就是一個 這樣的狀況 它可以得到 那個交互作用的 固偏估計值 但是 不能夠得到 你單一 一個單一變相的 固偏估計值 因為主要是 在設計上 那個 這兩個 讀變相 並不是 完全的正交 好 就是說 那個 通勤者 感受到的 壓力 跟通勤者的方式 不會是 正交的設計 然後更不要說 還有一個 共變數 通勤者的 年紀 也會有一個 跟這兩個 讀變相 都有一個 共變關係 就不可能形成 正交 那 才會導致說 Type-1 跟Type-3 的那個 主要效果的 sum-square 是不一樣的 那至於 要用哪一個 哪一個 你就得 要 根據說 你對研究問題的 判斷 去決定 要用 Type-1 還是Type-3 來去做 報告 好 那這是一個小小的 補充 好 這樣說 你們 你們現在可以 不必去管 Type-1跟Type-3 背後的公式是什麼 不過 你們現在只要知道 這個就好 不過 在這邊如果說 你想要 清楚 了解 那個 如果說 這兩個 Type-1跟Type-3 有 有什麼樣的差異的話呢 你自己 可以去多做一個 異因子的 ENCOVA 就是說你自己 開一個 那個 新的 這個 共變數分析的報表 但是你只要 丟一個 因子 那我的 這邊的例子 就是只有丟 壓力這個突變相 然後 同樣也是 給它 列出 Type-1跟Type-3 然後你們 有沒有 可以注意到在這邊 如果 不管我用Type-1 還是Type-3 壓力 都是 那個 2 sum2 都是2373 有沒有注意到 然後共變數 是不大一樣 共變數的 SS 是不大一樣 不過 這沒有關係 主要重點是 以這個2373來說 似乎這個才是 如果說 我們只有看一個 因子 的時候 Type-1跟Type-3 所估計出來的 結果 是不會有什麼 偏差的 但是 這是說 你的設計 只有一個 獨變相的狀況 不過 這裡也可以 給大家 一個 算是說 可以 順便告訴大家 啦 我們都會 希望說 一個研究 設計 能夠 盡可能的 是一種 變 如果是有兩個 以上的變相 能夠是 能 能夠 是兩個變相 正交 是最好的 因為這樣子 我們才能可以去 推 去 比較 不偏的 去推論說 哪一個 像這個 哪一個 毒變相 它造成的效果 有多大 好 那 如果 沒有那個 交互 如果說 重點 我們研究問題的重點 不在交互作用的話 那最主要 要看的是 毒 是 毒變相 各自的 影響的 結果 那這樣子 對我們的 推論會比較 有幫助 不過如果說 你的 研究問題 重視的是 變相 之間的 交互作用 那 其實這個可以 顯示說 這個 交互作用 應該是 不會有什麼 變相 OK 都是看你 你自己現在的研究 問題 你設計的 重點 是什麼 好 就給大家一個 這 剛好 借這個範例 給大家去看 去 可以有一個 有一個 可以那個 思考的 一個 範例 好 那這個 完 這個完 這個完整的 的 這個 Jamovi 檔 我會再 跟那個 今天的作業 最後那個 複習的作業 再一起 付給你 OK 那我這 這個講解 就先在這邊 先告一段落 應該說 你要看你的 研究問題 你的研究問題 你側重 問的 是不是 變相之間的交互作用 關鍵再來說 你問的問題 是 事實 如果你今天 問的問題 是 那個 重點是 大概說 說 兩個 變相 他們各自的 影響 那交互作用 並不是你的重點 那他其實 應該是 都不會有什麼 那個 顯著的影響 但如果你 今天 你的重點 是在看兩個 變相的 交互作用 那他就是一個 那個 他就是一個 關鍵 那這個 那這個問題 剛好 他是 還有一個 共變相 在 中 在這裡面 有 差異角 所以才要去 去 才 我們 這我是覺得 值得 用他 來去看看 這個 那個 Type 1 跟Type 3 的那個 估計的 差異 嗯 如果 如果 我是 提供 比較多 可以 你就先 設定說 你的 顯著水準 是 多少 之前 我們在講 批級的定義 那裡 就有一個 是 根據說 你對於那個 批級要多小 你就相信 他是有 最有 有 足夠的證據 這是一種 判斷 我就是說 你 我 我 再建議是 一開始 你就要先 確定好 你自己 你自己認為你的證據力要 多高 好 而不是 最後再看這個結果 再來說 你現在有 這麼多的證據 OK 這是現在的這個 我自己 對這個 運用 統計上的一個 算是一個 哲學上的 體悟 OK